Microsoft 微软最近推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RAG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我们坚索增强生成 它的名称叫Lazy Graph RAG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工程背景 直接看这一篇部落格的话 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关键字 比如说Global Queries 全局查询 Local Queries 局部查询 或者又像是Vector RAG 向量坚索增强生成 Graph RAG 图坚索增强生成 太多的关键术语 一时之间你会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这部影片就是要帮助你利用简单的方式 说明为什么Lazy Graph RAG 受到这么大的重视 要了解所有的关键术语 第一个应该要了解就是RAG这个字的本身 我们针对三个问题做询问 第一个什么是RAG 第二个为什么要使用RAG 第三个什么时候要使用RAG 第一个什么叫做RAG呢 它的中文名称叫做 检索增强生成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简称为RAG 所谓的检索 只是从外部截取 生成Generation 就是大型元模型 生成你的需要的内容 增强生成 Augmented Generation 是将三件事情放在一起 当做我的资料来源 强化我的生成结果 这三件事情包含了你的Prompt提示词 透过检索获得的外部资料 以及大型元模型内部本身的知识 至于为什么要使用检索增强生成 这就要讲到大型元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在训练的时候有所谓的知识截止日 Knowledge Code of Date 一般来说我们要产生像 Channel GPT这种大型元模型的话 你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资料的准备 几个月的时间训练大型元模型 以及几个月的时间做模型的微调 后面这两个步骤训练和微调 就不会使用到最新的资讯 那甚至大型元模型上线被使用以后 他也不会经常性的更新 所以他会有一个知识的截止日 代表说在这个日期之后 相关新出来的资讯 就不会纳入到他的知识库里面 我在录制这部影片的时候 时间是2024年的12月 接着我连上Channel GPT的网页 询问他你的知识截止日期 他会告诉你是2023年10月 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12月 一年的时间最新的资讯 都没有包含在GPT的语言模型 所以透过ROG的使用 我们可以截取外部知识 这时候我们在使用大型元模型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种知识断层的现象发生 了解使用ROG的原因以后 我们也可以顺带了解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使用ROG 就是刚刚所说的缺乏最新的知识 Up to date knowledge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缺乏预外的知识 大型元模型的训练 实际都是你可以检索到的资讯 或者是公开的资讯 包含网路上的资料 或者是书籍等等 但是如果你是在某一个特殊的领域 这些知识并没有外流出去的话 在询问他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去回答你 就是所谓的缺乏预外知识 Out of domain knowledge 第三种情况就是 当我的知识不足的时候 你询问相关问题 就会产生AI幻觉 AI hallucination 最老方式就补充相关的知识 也是使用Rog的时机 接着根据Rog的运作方式 我们又可以把Rog 粗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向量Rog VectorRog 第二种叫做ToRog GraphRog 我会稍微说明一下 这里面的运作原理 使用到更多相关的术语 但是在这之后 我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 来说明向量Rog 还有ToRog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大型原模型在使用VectorRog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的使用者会有一个提示词 因为这个需求 大型原模型发现 他没办法直接用里面内部的知识 来去做回答 所以他会将这个提示词 提供给另外一个模型 叫做迁入式模型 Embedding Models 那有的时候你会希望 大型原模型帮你去分析一些文件 像是PDF档 这时候这些PDF档 也可能会经过迁入式模型 转换成向量 这个过程叫做数据向量化 Data Vectorization 如果你有实际在操作 大型原模型的安装和使用的话 或许你就会看到几个字眼 像是Nomic Embedded Text 是欧拉玛里面 常用的迁入式模型 另外一个就是BERT 这时候额外增加的知识 数据的部分 以及提示词 都会转换成向量 Embedding 这每一个向量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并且储存在所谓的 向量数据库Vector Database 成立了像PineCorn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提示词 跟我需要的知识做匹配 计算将最相近的知识 把它取回来 涉及到向量相似性的计算 Vector Similarity 常见像Cosite Similarity 就是看两个向量的夹角 透过数据计算 我们会把与提示词 最相近的文档的片段 我们叫Top K Vectors 把它取回来 放回大学模型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有三个东西 会做增强生成 第一个 我的提示词 第二个 外部额外增加的资料 第三个 大型模型内部的知识 这个就是整个向量Rug的流程 我再使用Chart LGBT来做范例 在输入提示词这边 我们按一下复将档案 这个档案是关于 多目标的强化学习 在能源系统的应用 假设我看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但是我没有时间 看里面显现的内容 所以我可以根据这个PDF档 直接询问 多目标强化学习 在这篇文章怎么应用 有哪些成效 PDF档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外部的资讯 会被转换成向量Embedance 我的提示词也会转换成Embedance 然后两个会做计算 找出跟提示词最相关联的资讯 截取给大写原模型做后续的资料生成 这个情境我们通常叫做 Chart with your PDF 就是使用向量RAG的一个范例 但因为我只有一个简单的PDF档 数据向量化以后的资料 就不需要储存在外部的向量数据库 可以直接使用内部的记忆体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需要外部的资讯量 是非常少的 而且也可以用传统的一些方式来解决 就不一定会使用到RAG 给我一篇台湾最近最重要的新闻 停工摘要 它的GPU会给我的就是 2024年世界棒球12强夺冠的新闻 我想这个设程应该是算非常准确的 我们再询问一下 它有没有使用RAG这个技术 虽然它的过程非常类似RAG 但是它实际没有使用 我们刚才介绍的完整RAG的架构 再了解向量RAG以后 我们进一步介绍ToRAG GraphRAG就比较容易理解 一开始我们还是有外部的资料 以及提示词 它会做一些叫做实体提取 Entities Extraction 或者是关键词的提取 Keyword Extraction 这边所谓的实体 就是在图形里面用节点来去代替 接着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将数据还有提示词去做一个转换 仍然会形成一个向量 只不过这个向量 涵盖着图形的相关资讯 比如说像节点 连接的关系 权重等等 接下来它会在图的数据库 去做相关的检索 使用的方式是图搜索 把相关的子图揭取出来 因为向量描述的是实体之间的关联性 所以它现在取出来的东西 提示词相关的子图提取出来 最后一样透过增强生成 回应给我的使用者 如果你跟向量RAG做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两整流程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把相关的术语 改成图的术语 那但是它最大的差别就是 因为图擅长描述实体之间的关联性 所以如果我今天的提示词 在询问的是 多个资料之间的关联性的话 我使用toRAG 就会得到比较精准的回答 那当然它的搜寻时间就会比较长 因为你必须要搜寻整个图形 一张表格比较向量RAG 还有toRAG 就从基本原理来讲 向量RAG会把文本转成高密度的向量 而toRAG会把文本转化成实体和关系的网路结构 也就是图 在做相似度的计算 向量RAG会使用余弦相似度 cosite similarity或者是内积 toRAG会使用图结构的相似性 还有节点关系 检索方法 向量RAG通常讲的是 语意相似度的检索 以及所谓的最佳优先检索 based first search 我们就找跟提示词最相关的 把它搜寻出来 提供给大型原模型做使用 对图来讲 它看的主要是关心上向文的关联检索 所以它叫做广度优先 based first search 会把所有相关的都提供给大型原模型 对自然语来讲 语意必须透过上向文去判断 所以广度优先通常会给到比较好的回复 那也因为如此 toRAG它的复杂度就比较高 计算效率会比较低 最后再以适合场景来说 toRAG是比较全局整体性的查询 我们叫做global queries 向量RAG比较属于本地 还有局部的查询 local queries 以刚才chart with pdf为例 如果你是单一个文件里面局部的范围搜索 那就是适合使用向量RAG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几万个PDF 希望做一些方法上的比较 或者是技术的批评的话 使用toRAG通常会给你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觉得刚才的向量RAG 还有toRAG的原理说明以及比较 还是包含太多的术语 那以理解的话 接下来我会用两个简单的范例 说明向量RAG和toRAG真实的差异 第一个范例是关于旅游行程的安排 比如说你在chart with gpt 输入轻松的新竹两天文化旅行 每天最多三个地方 然后避开人潮 包含当地的美食 向量RAG就会根据最热门的关键字 产生几个推荐的基金点 这个就是最佳优先的 但是对于toRAG的话 它会分析基点这些逻辑关联系 还有使用者需求 甚至包含了经典和基点移动之间的距离 这就是所谓的广度搜寻 所以它在行程优化上 它是运用途的结构分析交通的距离 人潮动态的时间分配 提供紧凑但是舒适的行程 相较之下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地理位置的关键则排序 你没办法叫深入的分析交通的顺序 还有动线 事实上在我们使用自然语言 提出需求的时候 通常会有很多个我们在意的点 那这些点之间可能会有冲突 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你使用最佳搜寻的话 就没有办法在这些冲突项里面 产生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相较之下 2ROG 因为去考虑彼此之间的关联性 每一个目标彼此之间有冲突 但是还可以尽可能去完成 你想要达到的效果 使用2ROG生成出来的结果 通常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第二个方例是希望ChartGPT 帮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健康保险的方案 你有在乎三个主要的点 意思是说 希望不要有偏费 比如说我们只主照在第一点 或第二点 或者是第三点 当你使用相达ROG 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 会有冲突的时候 它可能就只能选择一 或者是选择二 来去做筛选 以及对应的方案推荐 但是如果你使用2ROG的话 它就可以在这三整之间 去找到一个平衡 但是提出的方案具有互补性 可以照顾到这三个的需求 这也是符合我们一开始的期待 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相达ROG的搜寻速度最快 所使用的资源最少 2ROG的搜寻 广度较宽 效果较佳 有没有办法加这两个方法 去做一个融合 产生一个新的方法 可以同时拥有 向量ROG 还有2ROG的优势 以图形来说 如果左边叫做向量ROG 右边叫做2ROG 那么这种融合 就是在向量ROG 和2ROG之间 比如说像图形里面 红色标示的这个部分 就可以兼具速度 还有效能 日上Microsoft提出来的 Lazy Graph ROG 就是融合向量 还有2ROG的方法 它可以改善局部搜寻的性能 也可以降低 全域搜寻的成本 它的名字顾名C 它本质上 还是属于Graph ROG 分析其中间的关联性 提供比较好的回答 前面叫Lazy 慵懒的 指的就是 它在技术上 延后的大型 和模型的使用 使得它的搜寻速度 可以大幅提升 简单来说 就是它针对使用者 最care 最在乎的一体上 才去做广度的搜寻 粗略来说 传统的Graph ROG 是针对所有相关资讯 都做广度的搜寻 现在我们对Graph ROG 还有VectorGraph 有了基本的认识以后 我们再回过来看 Microsoft Research Blog 这篇部落格里面 谈的Lazy Graph ROG 到底是什么东西 慵懒在执行 Graph ROG的一个计划 它的目的就是 它想要透过 非结构化的 文本隐含的关系 扩转AI系统 在私人数据集上 能够回答问题的范畴 简单来讲 就是建立企业 或是个人的知识库 而Lazy Graph ROG 就是在这样一个计划 产生出来的技术 这边简单描述一下 Graph ROG 还有VectorGraph 上场的事情 Graph ROG来说 它就是上场处理 Global Queries 也就是我们说的 宽度优先搜寻 比如说你希望AI系统 在整个数据集里面 整理去主要的主题 以及有哪些隐含的意思 注意到这边的搜寻范围 是整个数据集 那相较之下呢 Vector ROG 它主要是在区域的搜寻 也就是最佳搜寻优先 局部的资料 去询问主体是谁 名字的定义 事件什么时候发生 以及资料发生 等等的这些问题 传统的Graph使用上 它主要会针对来源的数据 去做一些整理 Summarization 但是对于Lazy Graph ROG来说 它就会避免做这些事情 所以它可以减少 一开始检索的花费 这件事情 他们就使用Lazy 这个使用词 它可以达到计算成本Cost 以及生成的品质 Quality平衡 也是我们刚刚呈现那个图 在两者之间 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部落格里面 又进一步的去介绍 到底这个Lazy 在实作面上 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就是 延后LLM 大行员模型的使用 它在里面的表格一 我觉得最值得看的 就是前面三列 第一个步骤 Build Index 以及第二个步骤 Summarize Index 其实就是Graph ROG里面 实体提取 关键字提取的过程 Torog来说 它在建立检索的时候 它是使用大行员模型 去做内容的抽取 实体上的关联性连接 但是Lazy Graph 它直接使用最传统的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的一个方式来去做 所以成本上来讲 都比LLM 稍很多 建立好 检索以后 再做Summarization 传统的ROG 也是使用大行员模型 去做 但是Lazy Graph 就延后这个步骤 因为它是懒散的 所以它延后了 LLM的使用 那这个推迟 是到什么时候呢 是到使用者 有确实的需求 我才去用LLM 去把相关的资讯 去抽取出来 原本是针对 所有的资料 去做提取 现在只是针对 跟我的query 我的prompt 有关的资料 我才去做提取 如果你今天 只是chart with your PDF 而且PDF档案 大概就三四个的话 其实看不出来 特别的差异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企业的知识库 它的资料量 可能是以万来 做计算的话 这时候这种方式 有需求 再去做 检索和整合 就会来得比较省力 接使很多计算资源 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到 这种资料库 通常会随时间 一直做变化 所以一次性的 把所有资料 去做检索和整理 很可能在资料的周期里面 根本用不到 也就浪费 这些计算资源了 文章里面也提出一个范例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讨论了保险的问题 只不过这些场景 是在美国做保险 我们知道在美国保险 有非常多家的公司 而且提供 五花八门的产品 所以这时候 使用LazyGraph Rock 可以更全面的提供 相关的资讯 给使用者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在系统里面的内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LazyGraph Rock如此优秀 在效能上 在速度上 都比Vector Rock 以及Graph Rock还要好 那是不是我们就 直接使用这一种技术 就可以了 那从工程上的讲来讲 我们的技术使用 通常是根据应用 而去做选择 每个技术会有在 不同的场景上 有它的优缺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讨论的内容 基本上叫做Question Answering 我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大学模型 帮我去解决 在这种应用情境底下 LazyGraph Rock 针对使用者的提问 先说在较小 较相关的资料集里面 做广度的搜寻 就非常合理 但是大学模型 除了Question Answering的 任务以外 它还有像是 文本分类 Text Classification 文档杂要 Document Summarization 以及文本生成 Text Generation 使用LazyGraph Rock 就不一定会有它的优势 所以这些都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我认为 有一点值得提醒 就是LazyGraph Rock 之所以会产生 这么大的注意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它即将会成为Open Source 对于喜欢使用 开源词字的朋友 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未来会多一个 免费的工具 可以提升 大型原模型的能力 如果你喜欢 这部影片介绍的内容 请订阅本频道 按赞 支持内容创作者 请订阅本频道 请订阅本频道